国土面积只有12.3万平方公里的朝鲜 却让世界第一大国美国都十分忌惮 朝鲜秉持着一贯的作风 有什么事情正面硬钢 他们手上的三大杀手锏 让美国更加不敢对他们惹是生非 那么朝鲜手上的三大杀手锏是什么呢 点个一圈三连 本期视频带大家了解事情的始末 这第一大杀手锏是朝鲜拥有的军队力量 和一支能力超强的特种部队 朝鲜12.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生活着2600万人口 而这2600万人中 有128万人是正规军队成员 60万预备役和590万受过训练的民兵 虽然朝鲜的正规部队成员还是没有美国多 但是美国的兵力都散布在全球各地 而朝鲜部队具有极强的凝聚力 不仅如此 在朝鲜128万的正规部队中 有一支战斗力超强的特种部队 人数高达20万 特种部队是由朝鲜各个部队中最优秀 能力最强的士兵组成 他们往往会被派遣去完成一些特殊任务 1968年 朝鲜特种部队做出了一项惊人的举动 刺杀韩国总统朴正希 虽然他们在这次刺杀行动中被韩军发现 但是他们强大的战斗力 让68名韩军丧生 朝鲜特种兵这样的举动朔剑不鲜 每次行动都能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 也让世界各国对朝鲜的特种部队闻风丧胆 第二大杀手简是朝鲜军人强大的意志力 朝鲜部队的军人面对战争可谓是视死如归 他们为了保卫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 可以拼尽全力不死不休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全面爆发 原本是一场民族内战 却因为美国的插足演变成了一场侵略战争 于是中国派遣了一批志愿军支援朝鲜 在志愿军们的强大意志力下 即使当时志愿军的武器装备十分落后 还是将联合国军的嚣张气焰全部扑灭 最终赶出了朝鲜领地 志愿军的意志力让朝鲜人民军感到震撼 他们也继承了这种强大意志 第三个杀手简是朝鲜的核武器 美国研制出核武器后 让朝鲜意识到 如果不加快脚步研制出核武器 那么国家就时刻都处在危险之中 于是朝鲜开始在核武器研究上 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最终他们成功研制出了原子弹 成为了世界九大雍合国之一 不仅如此 如今的朝鲜还拥有比原子弹危机更大的氢弹 这就让美国更加不敢对朝鲜轻举妄动 虽然美国拥有核武器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认 属于核大国 但是如果因为两国冲突真的动用了核武器 无论威力大小 对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都会产生巨大的损失 如此一个拥有强大凝聚力的国家 他们生死看淡不服就干 让美国这样的霸选国家都要退让三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应记录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慢慢回味 我们下期再见